大家會在乎的其實不是你擁有幾張股票的問題 而是你會不會有可能有實質影響力的問題 那才是我們現在在看說譬如說討論翁錡會 實質當然不會有什麼影響嘛 但是他現在說一句話跟你說 我感覺這個東西是先說的 當然有可能會讓股價能夠從直跌反彈嘛 是 今天嘛今天是這樣 今天當然浩鼎有沒有等於翁錡會 因為你想想看嘛 假如浩鼎沒有翁錡會的話 他股票可以從31塊炒到700多塊嗎 當然不可能嘛 你沒有翁錡會就是個空的啦 對啊 浩鼎是個空的嘛 假如你沒有翁錡會來背書的話 那他有可能股票炒到這個樣子嗎 那個資本市場裡面散戶 他為什麼會去買這個股票 就我相信你翁錡會嘛 我相信你翁錡會不會騙人嘛 我相信你翁錡會說他的解盲會提前嘛 所以才從31塊炒到700多塊 所以翁錡會就代表著浩鼎 那浩鼎這樣他坑殺了這一些投資人的話 那難道翁錡會不用負責嗎 是啦 這個事件在下午新的發展 這個行政黨張上次也證實說 翁錡會即將在了總統府 現在馬英九總統了 那麼事件有沒有更多的釐清 他是不是要請辭呢 後續值得觀察 那麼剛才說到民進黨是不是等於 浩鼎黨這句話是來自剛剛擔任 國民黨政策會執行長的蔡振元 是不是戰鬥位置都已經站好了 未來鷹派抬頭了 跟立法院的互動會是如何 其實朱錡姐昨天公布了 新英國的黨務人士的名單 我們看到呢 在政策會的副執行長的部分 有前立委蘇清權跟吳玉生 還有前國大代表莊龍昌 那麼大家比較關注的 當然還是政策會的執行長 就是前立委蔡振元 蔡振元他本人也說了 其實呢洪叔叔一上任 沒有找別人就找他 然後連戰也非常贊成 所以他因此就答應 不知心要當黨的義工 而且朱錡姐也說了 他覺得蔡振元活力很強 所以未來是精彩可期的 而對於蔡振元擔任這樣的一個職務 我們來看看藍綠立委分別怎麼看 在藍影的部分呢 看法其實就蠻兩極的 當然有些人說他活力很強啊 戰力很強啊 所以呢應該對黨可以加分 不過也有些人表示了 蔡振元現在又不是現任立委 你出來當這個職務 可以服眾嗎 甚至他的個人的這個色彩比較鮮明 這個形象也比較明顯一點 所以呢會不會中間選民 比較不青睞他一些 而在民進黨的部分呢 這些立委就說了 你紅秀柱當初就是靠深藍的選票才選上的嘛 那你當然要討好這些深藍的群眾 就要給蔡振元出來當啊 才能夠給這些深藍群眾一些交代啊 甚至還說了 立法院裡頭有一些藍尾跑票了 所以紅秀柱自己震不住 才要把蔡振元給請出嘛 可是更多網友在說 正義兄弟現在有蔡振元 那邱毅去哪了呢 那邱毅會不會在黨裡頭又有一個職務呢 邱毅現在說了 自己不願意進黨務系統來工作 但是未來怎麼說這些還不一定 我們帶你一起來聽聽蔡振元的說法 朱智傑她是說她 對我這個日子過得太優雅 她很羨慕跟忌妒 希望終結我這樣的悠閒的歲月 我們國民黨每一位同志呢 都很有戰鬥力 所以啊 如何讓我們黨公職人員啊 能夠有更好的溝通管道 那我擔任這個工作基本上是 黨主席跟國民黨的一個政策的幕僚 那如何來協助啊 這個各級黨團以及國民黨 以及我們黨主席啊 來推動我們的政策 這是當務之急 來迎娶民心再造國民黨 請教我國民黨年輕一輩的司剛 這個就戰鬥為主 未來在野黨的國民黨更有戰鬥力嗎 跟立法院國民黨黨團的互動 會好還是不好 我想這蔡委員的發言 和她自己的形勢風格 確實有她自己的自成一格啦 那其實在網路上也有很多她的粉絲啊 每次她那個臉書一PO之後 往往分享就是上萬個分享 所以說她有她一定的言語魅力跟火力在啦 沒看到她今天上任第一天 幾乎所有的那個國民黨對外發言 就以她為中心了 原本的那個發言系統不見了 所以可以想見說 她接著這政策會執行黨 政策會監文傳 對 威力可見一般啊 不是負責也是主委 OK 所以威力可見一般啊 所以說蔡正元也適合在這個位置 因為現在國民黨在野黨了吧 過去發言都不用溫良公檢讓了 對於一些這個一些看不慣的地方 或是一些有問題的地方 本來就是要發言 所以蔡正元擺這個位置OK 我覺得是對的 但是她的位置也不宜太凸顯 因為她畢竟還是一個主席的幕僚長的一個角色 她必須還是跟我們的立院黨團這邊去做溝通 去做個平台 那所以在這個平台溝通過程當中 個人的風格還是要下降 還是要多聽聽黨團的意見怎麼走 我覺得這個對於未來怎麼兩邊融合比較有幫助 是樂園這個郭局長 這位執行長幾乎都是立委擔任嘛 那這次的蔡正元她是已經卸任的立委了 跟黨團的溝通你判斷起來好不好 還有她的位置的設定表示 這個洪秀柱很想再連任主席囉 不過大家都知道嘛 最近這段時間點的話 大家都認為說國民黨的立法院的黨團的 戰鬥力不夠強 照講有很多的議題 譬如說翁齊惠這個案子 好像是他肩肩放過 好捨為的齁 很多包括 少了羅委員了 這個財政議題就差很多了 羅羅委員這樣財政議題就熱鬧了 所以大家認為說 國民黨既然要在野了嘛 那在野的話 你的戰鬥力不夠強的話 那以後怎麼能夠 所以蔡正元是來補足戰力的 解盲前一個月不准買賣 是